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 早晨 欢迎收看开示感浪 我是Vicent Winkman 现在先和大家看看欧美股市价晚的收市情况 美股在一至假期后恢复买卖 只有半日试 成交淡淨 三大指数全面低收 油价下挫 拖累能源股向下 爱克森美股和雪佛龙股价跌近3%或以上 标普能源股指数急跌超过3% 道奇斯指数曾跌近200点 收市部24285点 下跌178点 跌幅0.7% 标普500指数 收市部2632点 下跌17点 跌幅0.7% 纳斯达克指数 收市部6938点 下跌33点 跌幅0.5% 苹果股价跌2.3% 连续第四个交易日下跌 另外Facebook股价低收2.3% 亚马逊全日跌近1% 总结上星期美股的表现 道指和纳指累计跌超过4% 在3月以来最大的单一星期跌幅 标普500指数跌3.8% 接下来看港股美国预托证券的表现 港股美国预托证券普遍下跌 回控ADR步65.34 跌0.85% 中移动步75.26 跌0.84% 中联通步8.69 升0.09% 中人寿步16.34 升0.01% 三桶油都是向下 中海油报12.21 跌3.59% 中石化布6.38 跌1.71% 中石油报5.27 跌2.08% 接下来看欧洲股市方面 欧洲主要股市个别发展 投资者仍然忧虑 全球经济增长放慢 和中美贸易争拗 实入市态度审慎 能源股根除有价下跌 意大利银行股就上升 倫敦富士100指数低收0.1% 报6952点 法兰克福Dex指数高收0.5% 报11192点 巴黎Cat指数升近0.2% 收市报4946点 接下来看商品期货方面 国际油价急错 伦敦布兰特旗油失手每桶60美元 是超过一年以来首次 一度跌5% 较早前跌幅收窄至3.23% 报59.23水平 纽约旗油急错超过7% 报50.74美元 接下来看金价方面 金价下跌主要受美元上升拖累 纽约期金收市报每盎市1,223.2美元 下跌4.8美元 跌幅0.4% 现货金部1,223.94美元 接下来看美元汇价 美元上升 油价大跌反映市场 对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影响原油需求的忧虑加剧 资金流向美元1元和瑞士法郎避险 美元指数最深步在96.94上升超过0.2% 美元对港元买入价7.8254 日元111,112.958 欧元1.1326,英镑1.2807 瑞士法郎0.9973,加元1.3223 欧元0.7232,纽元0.6771 和大家看美国国负债券息率的表现 10年期债券息率部2.297 30年期债券息率部3.291 今个环节 Ano和我们聊天 Ano 你好 Ano 你好 美股每晚半日市 表现一般 大家都忙着Black Friday 忙着买东西 所以见到成交不大 不过焦点放在能源股上 也继续跌 因为油价跌了7% 纽约其有曾经穿50美元 不过Trump 也见到他出来领工 在Twitter上 慶祝油的跌势 他指对美国来说 都是另一个经济的好消息 可以帮助降低通胀 其实油价对于美国来说 是否都是一件好事呢 其实油价急跌对美股来说 通常会短线 有个负面影响 但长线来说 的确是会有一些利好因素 因为始终油价跌了这么多 未来其实联储局的加息步化 都有机会有个很大的变化 其实在油价跌之前 联储局的架派声音 已经明显地强化很多 之前大家估计 可能未来整个利率目标 去到3.5% 现时可能去到3% 就会停 普遍都是这样去看 所以实际上会有个影响 但问题就是油价跌势 已经是这么急的情况下 短线来说很多股份的估值 都会向下收调 所以你看到很坏 看你如何消化 事实上通胀压力的确会大幅的消费 因为最主要的问题 现阶段近期跌 油价固然跌得最急是市场焦点 但其实你看到LME 很多油息金属价格 很多商品价格等等 近期都是明显地处于一个跌势 所以美国的通胀压力 应该明显地少了很多 但是通胀状况 可否导致到未来联储局 完全不加息 甚至要减息刺激经济 现阶段距离是非常遥远 所以其实应该不会带来太大的刺激作用 只不过一个很大的利胆因素 包括美国加息这个负面因素 有机会短线来说淡化一点点 但是这些阻止不到美股跌势 始终美股的调整势头 现阶段是十分明显 但是以道指为例 都落到24,000点左右的水平 你会否后市来说 我希望与24,000点左右的调整空间 会有些少许保留 我想这个礼拜 普遍来说 都是抱过观望态度 始终市场 我相信 无论美股、港股 全球的焦点也是 主要都是看乘特匯的相关消息 嗯 但是其实 油价方面 其实下个月6日 即OPEC都会开会 市场就在估计 其实OPEC 即是商讨的减撑 会不会减轻到全球队员 然后需求减少的影响 其实预计会不会谈到什么出来 油价去到哪里可以有支持 如果你说整体现整个油组 好像有上次强劲的减撑执行力度 那当然是一件好事 你说油价 我又觉得 有没有理由 会不会连会桶有50元 即波兰特区有50元 这些位置都穿在 我仍有少少保留空间 但是问题就是 现在阶段 大家为什么油价近期 跌得这么急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OPEC有很大机会商讨 或者说 达不到一个很整体的共识 如果纯粹是沙特 是愿意去减产 去整体现言去托住油价 帮助性真的未必会太大 而且暂时来说 没有了很多地缘政治因素 其实油价落到这个水平 我觉得才开始叫做合理 所以这一刻我又觉得油价 我觉得去到这些水平之后 不需要再看得十分之淡 但我想短期来说 药细势头 都仍然会在 我想预料波兰特区有为例 我觉得华银区间 都大约在50至60元区间的位置 好啊 其实刚才都说到 今个星期有很多个焦点 好像星期三 其实宝威尔都会出来说话 预视着加息的路径 其实上个星期都见到有很多消息出来 就说明年的加息步伐是会减慢的 看回高成 其实他最近有个报告 就说如果联储局 现在的态度是变轻一点的话 假设加息1.5个百分点 将会令到十年期的美国债息 急升45点至低 减股市就可能再跌9个百分点 证明加息对于后市都很不利 现在加息的步伐减慢 是不是都比较明确呢 其实你说在两个星期前都已经在说 加息步伐会有所减慢 正不正所说 本身就是言论上 就是联储局说 开始接近中性利率 所以说加息步伐 未必真的需要那么快 之前在估计整体现了 联储局的target rate 就是标准利率 可能去到接近3.5个百分点 这个区间 现在在估计可能去到3个百分点 其实是加少了两次 这个也是近期来说 一直的共识 但是12月份加息 机会仍然是十分之高 只不过现阶段我觉得 其实未来联储局官员的言论上 短线我想影响力都不会大大 除非真的年见到12月份加息 希望都没有 就是这样以压后加息步伐 如果有这么大的转变 影响力的确可能会浮现出力 但是如果整体现了 就是缓慢加息步伐 12份都是加息 可能未来下年只加多两次 可能分开年中年尾这样加一次 其实我相信对市场带来的正面作用 正的刺激作用 也不会或者是十分之大的 因为事实上 美国加了这么多次息之后 已经有些经济数据 包括一些楼市数据上面 都有个明显转弱的迹象 一些负面影响 现阶段是实际上放在实体经济 或者公司的企业业绩上面 所以我想短期后市来说 除非联储局的夹派立场 有个再明显转强的迹象 否则以现阶段的气氛来说 我觉得影响性应该不会太大 刚刚刚也提到 现在市场的气氛 观望情绪都比较浓厚 其实上个星期 看到港股这边的波幅都行得很少 上个星期尾 其实每天的高低点数破伏 大概都是200至300多点左右 上个星期五的成交额 更加不够600亿 其实表现都比较闷 不过刚才所说 今个星期其实都比较多焦点 包括大家说了很久的G20峰会 会不会说港股 今个星期可能有个方向走出来 问题就是G20峰会的明确消息 可能就算过了 也不会有太大的转变 因为其实普遍都预料G20峰会 集图会会面 但问题就是说 就算会面也好 大家预料不会讲到 实际具体措施出来 令到整个中美贸易方面 不明朗根素去淡化 但是情况就应该不会再恶化 所以市场又觉得最坏的时刻 有机会慢慢过去 如果你看港股或者内地股市方面 近期虽然没有一个明显的上升势头 都是可能恒指在26000这些位置整股 但是很多股份都开始好像在捉一个底部 经过两个月的调整 一个过多月的调整之后 很多股份有个开始存定的迹象在 未来是否真正存定 很大机会 看回会议上面 有没有什么具体方案出来 但是问题就是 第一方面的峰会 至少这个星期 应该都预料没有太大的消息 所以真的不排除在月尾这段时间 仍然会有个悶局的出现 再加上这个星期 大家都关注期指结算 这两个因素 可能真的没有太大的方向在 我觉得以后市来说 可能拉鞋回到26000这些位置 机会就相对比较大 除非真的在说集图会前 大家看到中美贸易的情况 再进一步恶化 有一些更加利胆的消息出来 令到双方完全没有谈判空间 市况掉头向下 这方面没办法 但是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消息 的情况下 我觉得在这些位置 拉鞋的机会会比较大 但是会不会爆单边上 我暂时觉得 仍然是欠缺一些的条件 因为始终我觉得集图会 我也相信 真的未必会有些太具体的方案 市场是否能够 因为这个因素而炒气 我自己会有很大的保留空间 好 谢谢Anno 这么长远的分析 这集的节目就差不多了 亦和Anno申报 有没有上述投保股分 也没有上述的 谢谢 这节目就差不多 稍后回到其他直播节目 稍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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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有观点 除了